螃蟹真不能随便吃的 医生提醒 这四种人尽量少 吃尤其是第三第四种人 更要特别注意 不吃螃蟹辜负 螃蟹这种被誉为秋天的佳肴 以其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而闻名 秋季正是品尝螃蟹的大好时机 它们的肉质变得异常肥美 令人垂涎 然而这种令人垂涎的美味 并非人人都能尽情享受 如果过量食用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健康影响 那么究竟哪些人应该少吃螃蟹呢 一、螃蟹有哪些营养价值 螃蟹这种海洋和淡水中的美味佳肴 不仅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征服了无数食客的味蕾 还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而备受推崇 下面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螃蟹所蕴含的营养宝藏 首先 螃蟹是蛋白质的宝库 每100颗螃蟹肉中 蛋白质的含量可以高达13%至20% 这意味着它为人体提供了易于吸收的优质蛋白质 以河蟹为例 每100颗就含有17.5颗的蛋白质 对于追求健康饮食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对于那些寻求低脂肪高蛋白食物的人来说 螃蟹同样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海蟹的脂肪含量极低 每100克仅含有2.3克脂肪 而且这些脂肪主要是有益于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不仅意味着螃蟹不会增加体重 还能帮助我们维持健康的体态 螃蟹的营养价值远不止于此 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维生素A和维生素E的含量尤其丰富 维生素A对眼睛健康至关重要 有助于预防眼部疾病 而维生素E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能够帮助减缓细胞衰老 此外 螃蟹中的矿物质元素如钙铁核心 也是人体必须的 钙对于骨骼的健康和发育至关重要 而铁核心则对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微量元素方面 螃蟹同样表现出色 它含有的锡和铜等微量元素 对人体的健康有着重要影响 锡是一种强下的抗氧化剂 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参与多种酶的合成和能量代谢过程 蟹黄和蟹膏是螃蟹中最为人们所喜爱的部分 它们富含卵磷脂 胆固醇和脂肪等营养成分 能够为人体提供必须的营养 蟹膏中的脂质营养成分 更是能够滋补身体 增强免疫力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细黄和蟹膏中的脂类物质含量较高 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 过量食用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 综上所述 螃蟹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 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然而 我们在享受螃蟹的美味时 也要注意适量和搭配 部分人群不建议过多食用螃蟹 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 严重时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 二 医生提醒 提醒四种人少吃螃蟹 尤其是第三 第四种人 更要特别注意 第一种 脾胃虚弱和体虚的人 在中医的传统观念中 螃蟹被归类为寒性食物 这类食物被认为 可能会对人体的阳气造成损害 特别是对于那些脾胃功能 较弱的人群来说 食用螃蟹可能会加剧 他们的健康问题 对于那些脾胃功能不够强健的人来说 他们的身体往往缺乏足够的氧气 消化能力也相对较弱 如果摄入了过多的寒性食物 比如螃蟹 这可能会给他们的脾胃 带来额外的压力 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消化功能 因此中医建议这类人群 应该减少或避免食用螃蟹 尽管螃蟹含有丰富的营养 包括高蛋白质和脂肪 这些在一般健康人群中是有益的 但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 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会成为 他们消化系统的负担 他们的消化系统 可能无法有效处理这些高蛋白物质 从而可能导致消化不良等问题 除了消化问题 螃蟹还可能带来其他健康风险 如果螃蟹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或烹饪 它们可能会携带细菌或寄生虫 这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或寄生虫感染 对于那些免疫力较低的脾胃虚弱者来说 它们更容易受到这些微生物的侵害 此外 螃蟹还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包括严重的过敏性休克 这是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状况 虽然过敏反应因人而异 但体质较弱的人 如脾胃虚弱者 更有可能发生过敏反应 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脾胃虚弱的人 完全不能食用螃蟹 在适量适时 适当烹饪的前提下 它们仍然可以享受螃蟹的美味 但必须注意自己的身体反应 如果出现任何不适 应立即停止食用 并寻求医疗帮助 为了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 每次食用螃蟹的量应该适中 同时 建议在食用螃蟹时 搭配一些温性食物 并确保螃蟹完全煮熟 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细菌和寄生虫 这样 即使是脾胃虚弱的人 也可以在保持健康的同时 享受螃蟹的美味 第二种 感冒或发热的人 对于正在与感冒或发热 做斗争的人来说 螃蟹可能不是最佳的食物选择 在中医理论中 螃蟹属于寒性食物 可能会对那些 本就阳气不足的身体 造成额外的负担 当一个人感冒或发烧时 它们体内的阳气通常较弱 因为身体正在全力以赴的对抗外来的病毒或细菌 在这个时候 如果摄入了过多的寒性食物 比如螃蟹 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身体的抵抗力 从而不利于病情的恢复 此外 感冒或发热时 消化系统的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 变得较为脆弱 在这种情况下 摄入高蛋白 高脂肪的食物 如螃蟹 可能会给消化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 这不仅可能让患者感到不适 还可能影响身体对营养的吸收和利用 从而延缓康复过程 如果螃蟹在烹饪过程中 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或烹饪不彻底 它们可能会携带有害的细菌或寄生虫 对于感冒或发热的患者来说 这些潜在的有害物质可能构成更大的风险 因此 对于那些渴望品尝海鲜 尤其是螃蟹的人来说 建议在感冒或发热症状完全消失后 再考虑适量食用 在食用时 应确保选择新鲜安全的食材 并采用正确的烹饪方法 同时 还应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医生的建议 来合理安排饮食和休息 以促进健康的恢复 第三种 高血脂或高胆固醇血症人群 对于高血脂或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来说 享受螃蟹的美味需要格外小心 虽然螃蟹整体的脂肪含量并不算高 但那些我们最爱吃的蟹黄和蟹膏 却是脂肪含量较高的部分 如果摄入过量 可能会导致血液中的脂质水平上升 从而引发血脂异常 特别是对于血脂已经偏高的朋友们 身体的自我调节能力可能会有所下降 过多的脂质涉入会在血液中积累 长期下去可能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 甚至可能加剧急性心血管疾病的威胁 因此建议这部分朋友在享受螃蟹时 最好能够浅尝遮脂 尤其是蟹黄和蟹膏的部分 如果真的难以抗拒螃蟹的美味 可以选择吃一些蟹肉 同时注意控制食用的总量 在日常饮食中建议减少油腻食物的摄入 尽量避免食用高胆固醇的海鲜和动物内脏 转而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这样有助于更好的控制血脂水平 同时定期进行血脂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我们及时了解血脂和胆固醇水平的变化 一旦发现异常 就可以及时就医并调整治疗计划 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键 这包括加强体育锻炼 保持健康的体重 以及戒烟腺酒等措施 通过这些综合的生活方式调整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血脂水平 还能够改善整体的健康状况 第四种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人群 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来说 螃蟹虽然美味 却可能成为引发病痛的隐形杀手 螃蟹中富含的飘铃 在健康人体内可以正常代谢 但对于这些患者来说 飘铃的代谢和分解能力减弱 导致其在体内转化为尿酸后难以排出 当尿酸无法顺利排出体外 就会在组织液和血液中积来 一旦尿酸进入组织液 尤其是关节间隙 就会形成沉积 这不仅可能诱发痛风发作 还可能加剧高尿酸血症的症状 因此 对于这部分患者而言 摄入螃蟹无疑是给身体带来额外负担 甚至可能使病情弱化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 应当尽量避免或限制摄入高漂亮食物 比如螃蟹、虾和动物内脏等 相反应该多吃一些低漂亮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和全穀物 这些食物对尿酸水平的影响较小 此外 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对于控制尿酸水平至关重要 多喝水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 降低蓄液中的尿酸浓度 建议患者每天至少饮用2000毫升的水 以帮助稀释尿酸并保持其正常排泄 在饮食上 患者还应注意烹饪螃蟹的方法 尽量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避免使用过多的油脂和调味料 以减少对尿酸水平的不良影响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病痛的困扰 享受更加健康的生活 三 吃蟹注意这些问题 品尝螃蟹的美味 我们需要留意一些重要的事项 以确保既能享受到美味又能保持健康 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帮助我们安全地享用螃蟹 首先选择螃蟹时 我们必须确保其新鲜度 在市场或商店购买时 挑选那些活跃有力 外壳完整且颜色鲜艳的螃蟹 避免购买那些看起来已经死去 或外壳有破损的螃蟹 因为它们可能已经开始变质 食用后可能会引起不适 其次适量是关键 螃蟹虽然味道鲜美 但过量食用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 如上火或消化不良 建议成人每次食用不超过两只螃蟹 并且一周内食用次数不要超过三次 在食用螃蟹时 我们应该注意与其他食物的搭配 吃完螃蟹后 最好不要立刻食用水果和蔬菜 特别是柿子 因为它们含有的柔酸 可能会与螃蟹中的蛋白质结合 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 搭配一些温和的蔬菜 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营养均衡 同时避免与含粮食物同时 以免影响脾胃健康 正确食用螃蟹的部位也很重要 在食用前 我们需要去除螃蟹的胃部 肠部 心部和腮部 因为这些部位容易积累细菌 我们应该只食用肉质饱满的蟹爪和蟹身 此外 烹饪方式也很关键 螃蟹应该彻底煮熟 以确保杀死可能存在的细菌和寄生虫 避免生食或半生食螃蟹 以减少食物中毒的风险 由于螃蟹性寒 我们不宜在空腹时食用 以免伤害脾胃 同时吃螃蟹时和吃螃蟹后不宜喝茶 因为茶叶中的某些成分 可能会影响螃蟹的消化吸收 同样也应避免与螃蟹同食酸奶 因为酸奶中的乳酸菌和螃蟹 都可能刺激肠道 增加腹穴的风险 综上所述 螃蟹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但是吃螃蟹时需要注意选择新鲜螃蟹 关注食用禁忌人群 同时适量食用 正确食用部位 以及注意其他相关事项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 感谢观看